好 台北市政府现在要办一个活动 它要推广健康休闲活动 要大家免费去录影 办在地点是内湖还有北投 不过就有民众发觉了 这个活动场地真的很差 包括了残破不干 危机四伏 而且很多的枕木步道都破洞了 木头都被锈石了 也没有办法使用 而且通往营区的石梯 这波度太陡了 一般人根本不敢行走 如果要上厕所的话 这围墙过低 恐怕春光外泄 有种种的缺失 还是要办在这里 那么今天有议员就痛批 好市府根本是诈骗集团 台上被注掉的木梯 每一步都要小心翼翼 稍不注意就会腾空叠交 这可不是市议员特技表演 而是现场直击 台北市11月将邀民众 一块露营的柜子坑保护区 基础的设施都没有做好 你花大钱去办活动 安全却不顾 我如果所有人在这里受伤 你好市长 你要怎么承担 半毁木梯已经够下人 只是上千坪圆区危险 不只这一处桥这座通往营区的石梯 有上往下看波度超级抖 几乎接近垂直 而且阶梯石块还缺了好几脚 再往前走几步 另一条通往营区石梯 则被大量砸草覆盖 根本不能走 还有这个通往厕所的木栈道 两边扶手破烂不堪 路中间还破了一个大洞 一个山山可是会摔得鼻青脸肿 今天这里的厕所是非常危险 记者身高168公分 不过要进厕所前还得先弯下头才不会撞到 而且隔壁就是难测 要是有心人士想偷窥 真的是非常的危险 郝市长10月份脸书颇文 为了推广健康节能的休憩活动 所以将在11月 于内湖和北投办免费录营 但放眼望去 整个营区危机四伏 也让小市民想问问好市长 这样的环境市长自己敢玩吗 三地新闻黄大风超暗柔 台北报道 好 台北市还有什么样的危机呢 今天有一份所谓的防汛密件曝光了 但是看到这份密件 大家觉得真的很担心 那么依旧是因为泰国的曼谷烟大水 大家认为这样的大水来到台北 台北能够承受吗 文件的内容就假设 如果2008年莫拉克风灾 不是在南部 而是发生在台北的话 大台北地区 很有可能在两个小时之内灭顶 三天之内就会变成死